秦始皇 司马迁 孙中山 宋美玲 哥伦布 纳破仑 爱迪生 希特拉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古今风云人物 主持 罗永生 曾卓宜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风云时迹 随文帝 随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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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业十二年 即是公元 六一六年七月 扬帝 从洛阳去江都 第二年四月 礼物率领的 雅江军 迫为东都 并向各郡院 发布核文 历数杨广 十大罪状 五月 李渊 在晋阳起兵 同年十一月 攻入大兴 涌立杨幼 为皇帝 姚尊杨广 为胎上皇 大业十四年三月 杨广见天下大劣 心灰意冷 无心不返 命人收治丹阳宫 准备迁居那一道 从家的关中卫士 怀念家乡 分分逃归 部分卫士 推语文述的遗址 语文化及为首 发动兵变 阳广闻变 创皇换装 逃入西角 但是被叛军 赔乾通 元礼 马文举等帝获 阳广 欲饮毒酒自尽 叛军不许 最终令狐行达 将其毅士 事年五十岁 阳广遇事的消息传到洛阳 洛阳困神 拥立阳广的孙 阳广 阳广为帝 阳广追试阳广为明皇帝 妙号细祖 而在大兴的李渊 则逼伯快女 阳幼善阳 建立唐朝 随朝正式灭亡 李渊即位之后 追试阳广为阳皇帝 所谓 去礼 阳中若阳 耗内远礼若阳 耗内态政若阳 是完全否定了 阳广在位期间的一切正职 古今风云日物 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是罗领先生 我是曾卓妍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 分享这个隋文帝 隋阳帝的故事 好吗 但我们似乎已经到尾声了 好 我们上次和大家说到 大业晚年那几次三征高历 令到民穷才尽 令到阳帝意庆难生 拜局以程 而当中似乎在乱世当中 有一个人慢慢占路头角 我们上次说到 就是隋阳帝委任的表亲 这个李渊做太原留守 因为当时据史书记录 特决的载道挖起 在中国的正北方 带来很大的威胁 而如果特决一入军 最快可以有几个地方 一旦是直指长 一旦是今天的山西太原一带 而太原正正是有一个 隋朝的行宫所在 所谓的晋阳宫这个地方 晋阳宫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隋朝 从文帝而来一个 很重要的行宫来的 就是隋朝的皇帝 往往在那个地方 住着一段时间 看看边境的形势 因为在隋朝初年 毕竟隋朝皇帝 都有个圣人黑汗 这样的称号 可以震慑到以特决为首的 其他周边民族 但是隋着阳帝 中晚期的管治失效 文变社之后 这个圣人黑汗的称号 似乎已经发挥不到葬 史书记作 就是在除末的时期 特决人不断入扣 太原经常告急 于是乎 阳帝就任命 李渊做太原留守 目的就是抵抗 这个特决的内反 当然 他为什么要选李渊 不是因为李渊很打 但是实际上 是因为他对李渊 有些猜忌 因为当时 似乎上 坊间已经传闻 那些所谓的落花歌 就说 阳花落李花开 并且 据史书记者 就说 这个除阳帝 就见到有姓李的人 梦见会取而耐之 于是 就对李拔的后人 赶尽杀绝 这个我想 上几次 跟大家讲过 于是 其实 他将李渊派去太原 就是给他一个陷阱 逐一说 给他招皮去线 一旦 如果李渊处理不好 他就顺势 就是什么 就是就地正法 因为他派了高军亚等人 作为他的副使 其实就直接 向这个 阳帝汇报 所以当时 我们说 李渊虽然是太原留守 但是有两个副留守 这两个副留守 据小记者 都是 阳帝的亲信 其实实际上就是 就是作为监视李渊 让李渊为他作前锋 对抗这个特决 一旦李渊处理得不好 乘世将他剷灭 我们说 在现在的阳帝局面 其实都陷入一个 几大的麻烦 第一个就是 他远离了 他自己的关笼 去了江东 长期留守 其实就没有 落实名义的千都 然后我们说 在黄河流域的 中下游一带 基本上的民变四起非常严重 尤其是与 有关力异甚深的 所谓华北地方 其实基本上 也是相当高压的状态 然后刚才罗先生也有说到 或者前几集 我们也有处理 就是说 在中国西北部的地方 整个面貌 其实都已经受到特决 重新回来的压力 我们已经看到 整个动荡的局面 都可能会有一个重新起的阶段 刚才罗先生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 李渊这种所谓的门阀或者贵族 其实是处于阳帝的非常巨大的差纪里面 我们说 随望或者阳帝 他败望其中一个原因 他就是对很多的亿集团或者权力集团 都受到相当大的压制和差纪 之前也有说到 其实他兴议科举 很多事官的制度 其实都是为了压制光荡集团 就是希望一步一步换走光荡集团的核心人物 离开管治的高层的位置 另外就是说 譬如一些功臣之后 他也都用各种的方法去猜忌或者去处理 很多当年和他一起平陈朝 有功 譬如贺若拔这些众臣 去到仰帝时期都不得善重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当年跟着你都死 更何况其他和你没那么亲近的 亦都被他长期猜忌 所以我们说文帝阳帝 都同样含入这种猜忌之中 文帝可能就因为德位不正 他觉得有些自卑之心而这么做 而阳帝纯粹就是对于 这些利益集团先天的一种猜忌 我们说在这样的面貌之下 而又面对着这么多动荡之下 你看我们古冠风云有什么 这么多集比之后 我们可以用什么力量 这个国家有什么力量 可以将危难缺乱反正 而加上皇帝自己本身 也处于一个意庆难生的状态 我们刚才有提到太原 太原的名字叫龙城 很特别的地方 虽然它不是叫做首都 次数不太多 做中国的首都 它做一些分国或终于国的首都 都是有做过 但是大家都认为 它是一个出皇帝的地方 所以叫做龙城 而位置也很重要 即是说你由雅门关一直打下去大同 打下去太原 太原就是关内最重要的一个大的城市 一打上去 就已经是关外 就已经直接面对对方 所以我们会视太原失陷 太原防守成功 就可以叫做中国的关内地 但能否守得住 其中一个证据 所以太原被突厥了侵扰 其实已经去到危险的边缘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据史书记记说 大概是大业的十二三年前后 两个人的作戀影响很大 大业十二年七月 李密率领亚光军 就在洛阳附近起义 并且向天下公布 杨帝的十大罪状 大家知道李密就是李拔的后人 李拔就是当年 同于文泰打江山 他那个背份 甚至比杨坚的父亲 杨忠还要高 只要做心 但是由于 我们上一次讲到 由于杨帝误信这个沉毁之言 就说李氏会取胎 于是将李拔一家的后人 全部杀掉 而李密很不容易才能够逃脱 就形成了 大家都痛惜李密的情况 而支持他 所以令到整个当时的天下 对这个阳帝 实际是千夫所致 第二个就是第二年的大业 十三年的五月的时候 李渊 在太原起义 这个是太原起义 杀了两个富士 高军那等人 并且某个程度上 向突厥称航 因为据史家研究过 当时李渊是向突厥的黑汗 是用上商用的启字 并且挂了突厥的狼头毒 即是大旗 所以某个程度上 李渊就是挟突厥的兵力而作乱 这两个所谓的举草 就打了极大的震荡 因为两个都是关楼集团的核心人物 而阳帝当时远走江都 看到这个局面更加意气难生 似乎已经叛屁了 而在太原 这个李渊已经涌立了 随时的宗室 一个公帝 后头的公帝 阳有公帝 就是遥瞻这个 阳帝为太相王 于是乎整个随朝 当时有两个皇帝 一个在江都的太相王 一个在大兴 即长安 被李渊所摆布的公帝 所以看到 似乎当时 整个大势 已经是不可再浮返 阳帝的政权的败亡 即是时间的问题 用另一种角度去处理 大家都认为 这次其实都是关楼集团的换人 整个关楼集团认为 你这样走去江都的做法 或者你对关楼集团不信任 本身其实是违反了大家的规则 就算是你的父亲民底 都是因为跟关楼集团的力量 才能够做到 你对于世加拿大族的完全忽视 你对于两都的人的完全忽视 简单 李渊一上台 而又有一个脱墨在里面 其实很容易受到鼓励 这一批起义的人 有些曾经都是阳帝的众神 他对阳帝的批评就是两个字 独夫 就是单独的独 匹夫的夫 简单说就是 他这个人 是只有他一个人讲 只有他一个人做的 简单说就是 他说如何是如何 而不信任他身边的任何人 所以你可以提见到 如果我们说 程康先生所说的 关楼集团 其实是一个处理的利益集团 如果你违反这个利益集团 在当时的整个大势里面 是不可能可以运作继续维持的低位 古今风云人物 徐文帝 徐扬帝 主持 罗永生 曾卓言 优优独播剧场 据史记者 在大业的十四年 三月 阳帝已经心灰意冷了 基本上已经明示暗示 和将士说 我不会回去关中了 并且叫人在江都 收一个新的行工 叫单阳工 准备在那里长住 但是从他护架的 关中将士 个个肯定感不妥当 觉得思念自己家乡 于是纷纷逃跑 后来 这些已经有不满情绪的将士 纷纷推举了 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昔日 蒸高丽前线的 于文术的长子 于文化及做代表 就发动所谓的军事政变 并且挟持这个阳帝 随书记载很特别 当于文化及等人 发动政变 挟持阳帝的时候 阳帝竟然 就怀疑这次这样的政变 是不是自己的第二子 齐皇阳间所发动 是不是 因为其实大家注意 因为元德太子一早死了 是不是元德太子 而阳间就当时唯一 一个所谓在位的儿子 是不是 而阳帝对这个儿子 不知道为什么 相当之差异 就认为这个儿子 会不会联同了 这个于文化及 想谋自己的低位 但是竟然有这样的情况 但最后发现原来不是的 绝对就只是于文化及等 这个关隆将士进行了所谓的兵变 是吧 就直杀入这个所谓的行攻当中 本来呢 我们说了 他先斩杀了这个齐皇先 本来就想再斩杀这个阳帝 但是阳帝说 我作为天子死都应该懂得 最后所谓有型点 不可以被你杀的 于是他举施他就是什么 他想自杀的 但是最后都不行 最后都说于文化及的暴率 都是将阳帝是手印了的 所以我们说了 这个就认了后来 徐书偉征的说法 就是什么 子孙枕灭 是吧 国土所谓崩位子孕枕灭 用八个字 其实确实徐朝的江山 不但只是败坏在阳帝的手里面 甚至是阳士一族 在这个江都政变当中 是被全部杀尽的 唯一就是什么 就是齐皇的遗福子 就是阳帝的孙 后来就被王世聪等人 先被于文化及 王世聪突举一人 展穿所谓的父女协治 后来就入唐 成为唐朝的功臣之一等等 这个都是需要大家惯着 阳帝死了之后 也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他的皇陵在哪里 这个都是相当之所谓的困扰 有些就说在江都 有些说在阳州 经过很多的考证 大概是到了上个世纪的末 我们肯清代 清代最著名的就是一个 修十三经的阳远 阳远曾经用自己的家材 用自己的方法 考定过阳帝的母 应该是今天阳州一带 这个思路 获得后来的很多学者的认同 甚至到了近世的一些考古法 我们确认了阳帝的母 是确实是在阳州 因为阳帝是被神子所杀的 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夹崩 所以在帝灵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从中国古代历来都不是简单 但正于兵方马乱之下 其实阳帝的所谓的灵侵 是确实一个问题 大概现在我们学界 基本上是确认了 大概在阳州一带 甚至现在 很多考古报告 已经发现了阳帝灵 那个规格 不是很壮大 但应该那个所谓的 礼仪格式 是按照帝灵的情况 墓地不太大 但帝灵应该是确实如此的 我们说阳帝的死 或者徐朝的灭亡 跟我们平时处体的 其他皇室的灭亡 是有少少的不同的 第一它不是一次大规模的 正面战争之下输了 然后被攻入首都灭亡 它不是的 它其实是近晨半变 一系列大量近晨半变 各自起山头 然后它就被杀 去拜亡 而民间很多民变 而那些民变 就是它自己去运作 也没有一些很有效的力量 去消灭那些民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出现一些很有趣 或者很奇怪的事 就会发觉 明明是力量已用尽的徐朝 但是那些叛亡的军队 是开仓的 就发现大家也可能听过 徐朝的仓这么厉害 一开就可以派给各种的人民 你会发觉不同的军队 各种各样的起义军队 各自协持着当时 就是徐朝建立了很多仓库 就是很多的运河的末端 或者转运站 就是成为了那些叛乱军的一些重要的地方 譬如后来的慢慢变为重要的首都的开封 也都曾经是徐朝一个由黄河长江流域 慢慢运进去关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集散店 这些都是当时的叛乱军的一个核心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那个整体的民间的内部 没有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就是说他那个死亡的人数 或者伤害不算很大 但是他留下了很多的东西 就可以令到被徐朝一接手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可以有一个转化在里面 所以当阳帝驾崩的消息 被事的消息传到大兴城之后 李渊都二话不说 就将这个公帝废了 自立为王 所以唐朝的立国在公元的六一八年 其实当年也是阳帝的驾崩国年 那至于阳帝后人怎么看他的法呢 这个很简单 第一个评价阳帝的人就是唐朝人 因为比一个嗜好叫阳 上几堂大家讲过都是无礼傲慢 因为是负面来的阳帝 历来的后世的学者对阳帝的评价 都是不离开几个字 是不是 暴君分君 但实际上西方学者对这个并不认同 我们最著名的Dennis Churchill 就是崔瑞德 就是剑桥中国徐唐氏的主笔 他认为 徐阳帝是一个所谓多才多艺 性格是相当难以用一个 所谓暴君分君的角度来形容 他认为只不过 阳帝可能是太有自信 他将很多东西 短时间里面成就了去 本来应该用二三十年 他用短短的五六年 逆民过渡 因为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他对国家的力量了解得很清楚 他希望超越了前人 所以变成我们说 阳帝确实是有盖世的才华 民偷武略 健健皆能 并且财华卓越 但是却是所谓的什么 我们经常说的是聪明反避 聪明误 太过有自信 太过不听别人的意见 他甚至谈去的官员 只是拍马屁 只是为了自己 要么就是为了现世的功名利落 要么就是后世的身后立命 所以我不会听你们的 加上我自己既有军功 也都饱读圣言书 我的能力是你们众人之上 所以他永远不听别人的见解 所以神尿也不敢报真实的情况 给他听 于是在古代消息被闭封之后 仍然认为天下无事的时候 突然一个逆转 令到阳帝 可以说从一个高峰 跌到一个所谓的深淵当中 于是就失去了自己的举措 所以学者认为 后来之所谓的意庆难生 就跟他的性格 从高峰跌到这个低点 是有一定的影响 始终就认为 他们的问题 始终是力逆的处理 出了问题才是我认为的关键 当然阳帝做得很急 处于力逆在传统中国的比较重要的部分 后来慢慢随着朝代变化 越来越倾向于用钱币 或者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取代某些人的力逆 但在徐唐时的力逆 基本上大部分人来说 都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些东西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几乎可以用一个很大规模的力逆部队 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大型建设 但问题是 如果执行的人不懂得调节的话 他会陷入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比如说力逆超过了他的规限 比如说我们说阳帝很多时期 很多统计会去到 每一个人的人均力逆 已经去到130% 就是说已经超出了他可能做的 还要做多三成 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他耕作的时候 或者任何其他日常生活的时间 已经被压缩 你可以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之外 整个的农业生产会出问题 如农业生产出问题 整个的国本就会有震荡 这些问题在农业国家来说 我认为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不能完全否定 传统史家对他的批评 譬如说传统史家强调 扬带一个所谓的暴君 暴君的意思其实就不一定残暴不仁 你逆文过渡 不与民优养生息 都是暴君的举措 所以我们学界也都基本上认为 传统史书的评价 也都有一定的一种合理性 但是如果我们太过从道德的角度来 好像唐代那样 从道德角度来批判 似乎有点而是什么 即擾往过正 又或者因为他灭亡 就否定他所有的东西 都是一些在历史上判断 都是不太正确的 总而言之我们说 随朝的历史 我们说随着扬帝的避试 也都终结了 我们的有关文帝扬帝的历史 也都到此为止了 如有机会再跟大家见面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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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